HELLO 大家今天呢我要來開箱一些 我想要非常非常非常無敵爆炸酒的東西 我真的超級無敵想要買這三個公仔很久了 但是因為呢就是運費運來台灣非常的不便宜 然後這次剛好我去美國 我就把他運到在美國的一個朋友家 然後就去找他拿 所以呢就是買了這幾樣東西這三樣 還有一個這個 這是一個這是什麼呢 待會開箱就知道了 喔好開心喔 好那麼就來開箱吧 首先先來開這三隻公仔 因為我非常喜歡聽搖滾樂 就是Queen嘛 我們的搖滾至尊 我們的十祖 他是我的吉他之神 Brian May 沒什麼好說了 他就是神中之神 他是一個傳奇人物 Oh my gosh 然後今年的十一月八日 就是上禮拜三 我就飛去舊金山 去聽他的演唱會 就是為了 就是Queen他們的演唱會 然後 對 然後剛好呢 就藉著這次 剛好感冒不好意思 就藉著這次機會呢 買了這個Brian May的公仔 喔 來我要先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呢 今年我生日的時候 我哥 他剛好也送了我一隻 就是 他一直都知道我很喜歡 這個小公仔 所以他就送了我一隻 這個Freddie Mercury 就是Queen的 呃 也是一個傳奇人物 他真的是 歷史上最偉大的主唱 沒有 沒有任何的質疑 就是他 然後他們就是 他是英年早逝了 所以反正就是現在呢 我就把他們兩個 嗯 就是讓他們繼續在一起 因為 在這次演唱會中 有一件非常讓我 感動的事情 就是 他們在唱那個 Love of my life的時候呢 因為以前 在他們兩個都 在那個Freddie還活著的時候呢 就是Freddie會負責唱歌 然後 Brian May 他就是 彈著他的木吉他 就這樣子 兩個人 合奏 那真的是太美的畫面了 但是後來呢 Freddie離開之後 就變成由 Brian May 他一個人自談自唱 所以呢 可是在 演唱會中 他們會播放 就是那個大螢幕上 會呈現的東西 就是 Freddie 和Brian May 他們就是會 就是 他們就會伸出手 然後他們兩個 就是 類似要把手牽起來了 可是卻永遠牽不到 因為 對就是因為 Freddie已經離開了 然後那一幕 我真的是直接哭了 因為 爆哭 我真的眼淚就直接這樣流下來 因為我覺得 太感動了 就是 對啊 就是 事實讓他們沒有辦法 再牽起彼此的手 所以呢 這次呢 我就把他們 讓他們兩個 這個 箱子我不曉得可不可以打開 反正就是 就是我會把Brian放在他的旁邊 讓他們永遠牽牽手 然後還有 當然還有另外兩個 呃 成員 就是那個 鼓手 Roger Taylor 跟 貝斯手 John Dickens 所以呢 之後我會再把其他的 另外兩隻給 買回來 然後讓他們四個 永遠在我房間 彈音樂 彈演奏 好 這就是 一些背景故事 好 那現在你們就來打開吧 好 先開我們的Brian May 他的包裝 其實就是 外面有一層膜 這個保鮮膜 把它吃掉 這個Funko公仔 其實在台灣也有 很多地方有在賣 可是 我就去跑過去 那個專賣店 我就問說 欸有沒有在賣Freddy 就是賣這些 我喜歡的搖滾 搖滾 一個歌星們的 公仔 他們都說沒有 因為這個太少人買了 所以 他們需要幫我預購 就是他們沒有現貨就是了啦 對 但是我想說 算了 我就自己跑去美國買 可是呢 就是今年 呃 今年幾月啊 那是幾月 十月的時候 就是在Outlet 美國一間Outlet 他 我去問他說 欸 他有沒有賣這幾隻 他們也說沒有 那一間Outlet的Funko店 超級大的 但是也是沒有這間 他裡面 很多樣 可是就是沒有 自己吃 因為他說也是太少人買了 他說要買就是Amazon 或者是什麼 網路上的 呃 網路上買 好 我們來看一下背面 背面有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個Queen的logo 經典logo 然後Freddy 這個是穿的Killer Queen 的那一套衣服 Brian May 就是這一隻吧 就是3 然後Roger Taylor John Dickens Freddy 他Freddy 他Freddy 他自己一個人有出好幾隻 他這一件是 在那個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這件是 他們這兩隻不一樣 這是Flash Gordon 上演唱會的衣服 然後這個是Wembley Stadium 這一場是 在Wembley Stadium 的演奏 穿的衣服 對 所以 但是他的動作好像都是 他有兩隻的動作 就是這個 登 舉手手 手舉高高的這個 對 就是這幾隻 然後Freddy就有3隻 好 這就是Brian May的公仔 那我要把它打開 我覺得我這樣子一天會錄太久 所以我要精簡一點 因為我手機空間會沒了 現在已經5分54秒 等一下喔 好 打開來之後呢 就是這樣子 他會這樣子幫他保護他的頭部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要保護他的頭部 我自己的見解就是因為 Brian May他的頭髮 他是 搖滾樂界的傳奇 根本就是Queen的第五人 他的頭髮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為什麼可以這麼茂盛啊 然後他老了 我看到他本人頭髮也是 蹦 整個就是爆炸多 但是只是從這個顏色 咖啡色變成白色 所以他才要這樣保護吧 我猜 他要保護我們的 呃 這是什麼音樂歷史上的一個 寶藏 所以需要這樣子給他做一個 呃 防護的動作 然後再來Brian May他手上拿的呢 就是他自己做的 他跟他父親一起 在大概五十幾年前 他們自己做的吉他 超級厲害 這把吉他是用 他這個木頭喔 是用一些火爐 那叫什麼 壁爐 就是國外很冷嘛 英國 他們就用壁爐 剩下來不要的木頭 做成的 吉他 叫做Red Special 紅色特別 對 就是這樣 他做工很精細耶 然後我跟你們講個小嘗試 就是Brian May彈吉他 他不是用pick 他是用錢幣 硬幣 好像是五分錢 來彈吉他的 好 那這就是第一支 我們的Brian May 好收拾一下桌面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第二支吧 第二支我決定要來開 Excel Rose好了 Excel Rose他可以說是我最愛的主唱 對 雖然當 最受我尊敬 最受 呃最受我 該怎麼講 最 反正就是我最尊敬 覺得最厲害的主唱 絕對是Freddie Mercury 就是 那個Queen的 可是為什麼會喜歡Excel Rose 因為我覺得他太帥了 他年輕的樣子 真的是帥到一個不行 所以我就是因為 當然他的唱功也是沒話說 他是 他們就是 有在統計說 唱的音域最廣的歌手 就是Excel Rose 他可以唱到最低音 也可以唱到最高音 所以他Excel Rose他也是 呃 這個搖滾樂是上一個 無法被替代的一個傳奇 他也是一個傳奇人物 然後他現在也是六十幾歲 正在世界巡迴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希望 我有生之年 有辦法聽到 Excel Rose 就是 呃Gons and Roses的 現場演唱 真的 嗯 好 那他這個呢沒有像 呃 有保鮮膜 就先把它打開 喔然後再看一下 呃 Funko Pop 他的Rex 他的系列 五十到五二都是Gons and Roses 然後五十就是Excel Rose 喔然後來這一套衣服 這一個是他在 咳 對不起 他在 兩場演唱會中有穿過 就我所知第一場就是在 1992年 The Freddie Mercury Tribute 那一天就是要紀念Freddie 就是要Pay Tribute給他 他在那一天表演那個 Bohemian Rhapsody 和Elton John合作的Bohemian Rhapsody 還有呢 他在 呃 他獨自唱的那個 We Were Rock You 就是要紀念Freddie 那一場演唱會 真的是我覺得 歷史上最偉大的 前五場演唱會 這一首 可以說 這一場可以說是榜首 好 那Gons and Roses 對我來說 最偉大的演唱會的五場 他們佔了兩場 欸應該是說 一場是Freddie 一場 就是 呃剛才講的 Gons and Roses的 他其中一場也是我覺得 非常偉大的演唱會 然後呢 在 他在這一天 Freddie那一場紀念演唱會 有 穿這件衣服 他從那個Bohemian Rhapsody 藝術場 就是穿這一件 喔 那個畫面一直停留在我腦海裡 因為真的 太壯觀了 好 這一套衣服 然後還有 然後另外一場 他在 1992年的 東京 Use Your Illusion Word Tour 也有穿這一套衣服 在唱那個 It's Strange的時候 喔 嗯 好美 好 那 請打開吧 It's Strange的那一場 真的是 太猛了 好打開 喔對不起還沒講完 50到52 然後第51號就是Slash Slash 無庸置疑 他是 吉他 如果 對我來說 Brian May 是吉他之神 他 就是吉他之王 王 對 他是吉他之王 國王的王 好好好 去去看Slash 他的帽子嘛 然後 就是他最有名的這個 Top Hat 帽子造型 然後52 就是Duff McKagan 呃 槍與玫瑰的 背絲手 他們三個是 槍與玫瑰的三個 三巨頭 他們三個就是 靈魂任務 那他為什麼叫Guns and Roses 呃 我們都知道Rose 就是 牆嘛 啊不要就是玫瑰嘛 Rose 就是 他 XRose 那他其實叫Duff Gun McKagan 所以為什麼叫Gun 懂嗎 就是 他和他 他們Guns and Roses 那為什麼Slash 也是 靈魂任務之一呢 三巨頭 因為他就是太猛了 好 XRose 這個團 樂團真的有了他 真的是 嗯 不同方向 好 打開 欸 我發現他也有帽子保護欸 好棒喔 他也有這個 帽子保護 所以並不是因為 brand made的頭髮 而是因為 好像大家都有 帽子 好 打開之後 就是這樣 XRose 他的 粗獷的這個造型 他的鬍子 他的 髮帶 這好像不叫髮帶 就是他的魔術頭巾 以及他的墨鏡 然後他呢 他演唱而已 他就是會拿著這個麥克風唱歌 就是整支這樣拿起來 非常非常經典的畫面 好 OK 這就是XRose 然後他的長髮造型 和 這應該是1992年的時候 他就是長這個樣子 他最 嗯 他的prime時期 就是 嗯 很厲害的時期 他的歌聲 喔 穿透力超級強 好 再來就是最後一個 這就是Slash 這邊也有保鮮膜 擦死掉 我這個 這三支我是在Amazon買的 好像沒有很貴 我記得 這 這四樣東西 大概是2500吧 然後 這個是 700塊 所以2500-700 1800 一支大概600塊 左右 平均下來 好 來 來 開啟 Slash Slash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吉他手 因為 他的吉他功力也是 搶到一個炸 搶到他 也是 欸 今天是 這禮拜六 11月18 要搶 Slash 來台灣的本票 他要跟那個 The Conspirators 還有 Miles Kennedy 來辦演唱會 雖然沒有XRose 但是 我覺得 我還是會想去看Slash 因為他真的也是 哼 說不了 好像 喔 從下面看比較好 不然會 有點傷害到他的 盒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Slash Slash呢 也是一樣 他的髮型 我也很適合 然後也是有帽子保護 那他真的是 他真的超PAT 帽子在這裡 他這頂帽子 已經從好久好久 就一直跟著他 你看這個細節 我覺得做得很 到位 就是 對 細節 花紋 帽子的花紋都有出來 OK 然後他的頭髮 就是他的 魔鏡啊 喔 對 他常常在戴墨鏡 他老了之後 就是每一場也常會都戴墨鏡 我記得年輕的時候 我還有看過很多場 他是沒有戴墨鏡 然後他以前也沒有戴這個帽子 他就是以前比較像是 蓬龍松的頭髮 整個蓋住 然後他是 到了 不曉得什麼時期 才是一直都有戴帽子 跟換了這個比較 直的髮型 然後他沒有再 蓋住臉了 然後他很喜歡抽菸 所以他總是吊著一把菸 還有他的 Epiphone 吉他 對 就是他最 最 他最常拿的這一把吉他 好 那這個就是 slash 還有他的 噢這個刺青也都有做出來耶 我知道 slash市場有很多的刺青 就是有這一個 沒錯 哇賽 然後 exoverse 他的刺青是 這個槍與玫瑰的 那個最有名的十字架 和五顆骷髏 appetite for destruction 的那個 那個 logo 哇賽這觸光真的還蠻驚喜的 就是細節都有做出來 吉他也都做得很 很棒 我再仔細看一下 Brian May 嗯 Brian May他就是 沒有那個 什麼 刺青的寫 他 他就是一個非常 該怎麼講 一個非常humble 然後又很 阿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他就是一個非常有禮貌 又聲勢的人 所以他就是 乾乾淨淨的這樣 好 那以上呢 這三隻 他們好像有點站不穩喔 Brian May 可能頭髮太重了 他沒有辦法站穩 Extra Rose可以 但是Brian May會一直 往後退 跌倒往後倒 然後slash也可以站 好那這個Brian May我會想辦法 幫他站 站 站好 他的鞋子阿 他可能穿比較 不平整的鞋 他們都是穿這種 比較平的鞋 OK 那以上三隻呢 就是我這次買的 Fungle Pop 三隻 好 那還有一個東西要開箱 是什麼呢 掰 眾所 欸那個稱怎麼用阿 引頸期盼 登登 這個是一個 馬克杯 這是我買過最貴馬克杯 700塊 那包裝很簡單 就是只有用泡泡子 裝 好 那這個馬克杯是什麼呢 Legendary Coffee Mug 靈魂綁定 然後呢他可以幫你加135 的智力 咳咳咳 還有130的Stamina Stamina就是 要怎麼解釋 嗯 反正就是類似你的Strengths 130的Strengths 和 呃 對 130和135的智力 哇 直接變天才 然後呢 這是什麼 cream socket 和sugar socket 呵呵 Socket bonus 加155 呃 加速等級 requires level 110 kips you alert and ready 然後最後 equipped 裝備 increases your concentration by 35% for 90 minutes 天吶 這真的是太有創意了 真的是按照魔獸世界 那個Word of Freecraft 的裝備 的敘述欄 他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獲得什麼 呃 那個什麼影之哀傷 就會寫 影之哀傷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那這邊呢就是 這個馬克杯 他就寫說 裝備會讓你 提升你的 專注力 35% 然後 90分鐘 我就覺得 太有創意 創意 太可愛了 而且還可以幫我加 我的intellect 跟上面 我覺得 很開心 看到這個杯子 我就覺得心情很好 那這個杯子 他是 我忘記是在Amazon 買一個商城買的 反正就是一個專門在賣馬克杯的 然後我想要這個杯子超級久 但是因為台灣沒有賣 然後你又要也是一樣要透過Amazon 運費也是很貴 所以我一直還沒有下單 那這次呢我終於買到了 所以之後我就會都用這個馬克杯 專屬於我自己的 魔獸世界 Leycendiary coffee mug 我會好好珍惜使用他的 好 以上這部影片就是這次在酒精山買的 四樣的小東西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主要就是三個搖滾公仔 還有一個魔獸世界馬克杯 所以 嗯太開心了 好謝謝你今天的觀看 下次有開箱再分享一些 我的喜悅之情給各位 就這樣 掰掰